對 因為我剛剛看到它每一個房間的設計 我覺得是非常的簡約 然後是舒適舒服的現代風的感覺 哈囉 我們剛剛是從另外一間豪宅下來的 然後呢 現在這一間在Pacific Power State的這個豪宅呢 它也是有海景的喔 然後它的這個地點的話就是特別的不一樣 待會我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如果你不太了解Pacific Power State這個區域的話 歡迎到我們上一個影片去看一下喔 我們裡面有介紹很多關於這個特別的區域的一個特色 那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比較山下一點的房子 但是這個房子的好處是它還是有很大一片的海景 所以我們現在直接帶大家去看海景吧 走 Ema 你覺得這一間的景色怎麼樣啊 很漂亮 因為它前面距離海邊又更近了 然後那種感覺就我好像就是住在海邊 我就是在度假的感覺 真的 這邊真的很像就是來到一個Airbnb來住對不對 對 隨時想要下去海邊玩都很方便這樣子 真的 所以Power State這個地方它的價差為什麼這麼大 這個差距我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個這個的話它比較靠近Pacific Highway 所以它會聽到些許的車聲 然後還有它的房子的正前方 其實有一條這個小路 所以它的隱私性就沒有我們剛剛那一間豪宅還要來的高 雖然說我們剛剛開過來也不過就十分鐘 對 然後這個景色可能差別沒有到 其實差別其實蠻大的啦 因為剛剛是從上面這樣看下去很像皇帝看下去的感覺 然後這就是很像是度假的感覺 就是比較有一種平民風的海景的感覺 還有一點我覺得很不太一樣是剛剛就真的是有山有海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純海 沒錯 但是它這裡有一個很不太一樣的東西 就是它便利性增加了 因為它離市區比較近 所以它可能不管是要去超市去哪裡 它也比較方便 這個是真的 而且我覺得海景很近的時候 吹起來的海風跟聞到空氣還是又有一點不一樣 這邊其實有專門請到一個很厲害的設計師 在幫他們設計這個房子 雖然說這個房子的室內瓶比較小 可是它其實設計是還蠻精巧的 對 因為我剛剛看到它每一個房間的設計 我覺得是非常的簡約 然後是舒適舒服的現代風的感覺 我個人是很喜歡這種風格啦 那我們就讓那個Emma來帶我們看今天的看房裡面喔 好 走吧 好 那我們來看到這一間 這間房間算是一個主臥嗎 嗯 我覺得這裡是主臥喔 我很喜歡它的配色 它的配色是屬於比較淺淺淡淡的白色跟象牙色 像它的天花板也是做這種象牙色 不是像一般傳統的那種比較深色的核桃木的那種天花板 然後所以它整體配色是比較清爽比較乾爽那種感覺 讓人家就是住起來就覺得我整個變時尚了 就是我覺得它這邊因為外面它有做這個deck嘛 就是這種有點像露台 deck是像露台那種東西 然後它的那個家具戶外的家具什麼的 也都是做這種木頭色系 然後加上它裡面的地板 所以整個人感覺就覺得這個房子好文青喔 嗯 這個廁所我也覺得很美欸 你看它的大理石 我覺得它這個廁所的設計也很棒 而且重點是 我也蠻喜歡它這個金邊的這個手把 嗯 這種都每個地方都是細節 其實就像這樣子的一個抽屜 它每個地方都藏有一點細節 像它這個櫥櫃裡面就走的就是不一樣的風格 比較深色系的 比較現代的 對 而且它的空間利用其實我覺得還蠻棒的 是可以放得下非常多東西的 對這是有設計過的衣櫥衣� 然後有收納的空間 然後我覺得我很喜歡它的手把 它每一個手把都是有設就是有挑選過的 有點像那種富裕的坊金 對 可是它不像是一般那種 那種一根的手把 然後像這種拿就很方便這樣開 它設計這個泡澡的位置其實很好 就真的可以看海景很舒服欸 所以它這種泡澡是就是游泳池的概念嗎 其實我可以稍微看可不可以翻起來給大家看 腳底就好像走過來 哦 它就是一個像是泡澡的概念啊 按摩浴缸啊 對按摩浴缸 等於說你有在按 就是按摩浴缸 就是你在按摩的同時 還可以看到一個很漂亮的海景 沒錯 這間房間它的唯一好處是它比較off street 就是離前面的那個馬路比較遠嘛 所以這一間如果當主臥室的話 其實是會比較安靜一點點 但是它這邊左邊還是有一條小路啦 所以這一間房子 擁有絕佳的美景 400多萬美金 的原因就在於 它還是有一點小缺點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小的一個後院 就也蠻可愛的 它這一邊的廁所 其實我覺得也用的蠻漂亮的 就跟剛剛那裡的大理石的顏色是 一樣的顏色 現在我們是在地下室的廁所 但它的廁所這一間非常的大 而且它裡面的色系呢 配色是走那種就是白色啊 灰色的色系 我覺得很美欸 然後它是一個領域兼乾濕分離的設計 這邊是洗衣間 然後洗衣間裡面還有放那個櫃子 每次看房子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客廳 我最期待就是客廳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客廳啊跟廚房啊 都真的超漂亮的 我一定要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間我覺得它的客廳 非常的寬敞 你們可以看一下 它整體它的客廳跟它的那個廚房啊 就是餐桌 然後一整個這樣望過去的那個落地窗的美景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我跟你講我在這裡我根本就覺得我在度假 我覺得它這個設計很好的地方是 尤其是像它廚房的地方 雖然有那一道牆對不對 可是它其實在角落的地方 開了一個很大的落地窗 所以等於你在那邊洗完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海景 這個設計師其實他們花了一百萬做裝修耶 花了一百萬美金 對 一百萬美金是多少錢 哈哈三千萬 光裝修 對 對 因為它其實它大理石也都用得很好 其實這些落地門啊 你看這樣一整片可能就要五到十萬喔 你不要小看這些落地門 落地門其實很貴 而且因為它落地門 它要做那種就是隔音很比較強的隔音設計對不對 對 因為它這邊比較 跟馬路比較近 對 因為太靠海邊其實聲音也蠻大的 所以其實它所用的一些材料 其實是真的還不錯這樣子 Santa Monica這個地方是看夕陽嗎 還是 西邊呢 西邊是 我們這邊是西邊 西邊是有夕陽嗎 西邊是夕陽 對 哈哈哈哈 所以等於說它在這個方向 如果今天太陽是有的 它是可以看到就是夕陽的部分 對 就是它這個景真的是Million Dollar Views 真的是百萬的景 真的 因為現在我看到那邊陽光灑下來就覺得好美喔 而且我前面還有一個帥哥 哈哈哈哈 對 外方經濟超帥 所以基本上買這個房子我覺得就比較適合那種 很重視自己的休閒娛樂啊 然後很想放鬆的一些那種 我覺得比較不適合家庭是因為第一個 它房間數比較沒有那麼多 然後小朋友奔跑的空間就比較少 我們今天剛剛就是臨時來這個地方 然後是因為它是有open house嘛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早上那一間2000多萬我們是有預約的 那這一間400多萬它今天其實是第一天上市 然後它就有做open house的活動 那Emma剛剛就問我什麼是open house 就是在美國我們這邊看房的話 其實我們每週二會有agent 就是經濟人他們會有一個固定的時間 比如說11點到2點 這是我們經濟人固定的時間 就是說我們今天有時間 把整個房子就開放給一般大眾看 在美國的話我們有一些著名的看房網站 比如說像Redfin啊 Zillow啊 realtor.com 這三個網站其實你上網看 他們都會直接顯示說 這個週比如說禮拜二、禮拜六、禮拜天 他們幾點到幾點有open house 也就是對全民開放的一個時間 那你就不需要預約 直接人走進來就可以來看了 但是每一個房子它上市 可能過不久就會賣掉 然後他們一般可能就是前兩週會做open house 其實我們團隊在每週六的時候 也會幫我們的一些客戶 準備一些open house的清單啊 讓他們就是可以去自己去逛open house 如果他們就是有時候怕 因為有些客人他有時候 小朋友的時間比較不確定 他就不敢跟我們約 又怕失約什麼的 所以我們就會幫他準備一些open house的清單 然後讓他們可以自己去逛 但是當然跟我們去看的話 我們可以在現場就回答他們很多的問題啊 像很多客人會有裝修上 這個要多少錢 這個如果換地板、換地毯 還是我換這個、換這個什麼要多少錢啊 或者是說有一些問題 他們會想問的 那我們就可以當場回答他們 所以跟一個地產經濟去看房 還是有非常大的好處的喔 那今天的看房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為了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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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